是的 大家好 我是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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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晴天 雨天 原始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我是Ruette 晴朗炎热的天气 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不过未来 高温还有机会 再继续突破极限 那么我们首先 就来看到 今天的温度分布图了 我目前等一下看到的 就是今天下午1点 台湾本岛的温度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除了高海拔的山区以外 温度比较低 其他地方 尤其是西半部以南 就是一片红彤彤 气温都超过了34度 而像是台北市 以及我们的纵谷地区 更是呈现紫色的色块 代表气温是超过了37度 而今天最高温是来达到了40.7度 地点就在花莲的玉里 台北市林高温也达到了38.6度 台湾持续发高烧 天气会这么热的主要原因 我们从卫星图来告诉大家了 我们从预图上就更清楚的看到 其实整个台湾上是非常清晰的 台湾上方空空如也 扫然云层遮挡 阳光就能够更直接的射入地表 白天在户外活动时 日日的阳光就如同针尖刺进皮肤里面 而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 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的关系 高压势力就像天气警察一样 抑制了周遭不稳定的天气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仅没有明显的云系发展起来 就连大规模的午后雷阵雨也会逐渐的往山区缩减 所以明天就连山区的雨势也会变得更伟零星 天气稳定 相对来说我们就要留意温度上的环境了 我们来看到其实明天各地 各地区大致上的温度呈现 在高压的笼罩之下抑制午后热队的发展 明天云量更少 温度累积就会更快更直接 北部地区其实明天高温 就直接来到了37度的高温 尤其是台北盆地内 再加上热岛效率 温度方面也会比其他地方来得更高 而我们继续看到中南部地区了 明天云量是会比北部地区来得稍微多一点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反映在温度上了 高温大约是来到了35度左右 而至于我们来来看到东部地区的温度状况 高温地区大约维持在32度左右 不过在峡谷地形出现极度高温的情况 也会比其他地方来得更高 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严防热伤害了 至于圆巷地区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来看到文林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低温23度高温33度 太武来一春日 低温21度高温34度 是晴到多硬的天气 三地门雾台马家 低温18度高温35度 高雄原乡地区 低温12度高温34度 流域午后的雷震雨 加以阿里山 气温在14-32度之间 有8成的降雨机会 南投仍爱于持 雪梨及信义 低温12度高温32度 有一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台中和平 气温在17-32度之间 苗栗南庄施坦泰安 低温20度高温33度 有两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新卓关西歼15峰 晴到多硬的天气 低温16度高温33度 新北乌来陶原复兴 低温20度高温35度 宜兰的大同南澳 低温19度高温36度 有一成以上的降雨机会 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 晴到多硬的天气 低温26度高温32度 秀林及万荣 低温18度高温37度 守红封冰 低温24度高温34度 凤林光复及瑞穗 低温23度高温37度 卓西玉里及副里 低温只有11度 地点在浊西高温38度 台东寒县地区 低温24度高温36度 是晴到多硬的天气 池上观山海关及延平 低温18度高温34度 陆野台东市吉悲南 晴朗的好天气 低温22度高温34度 泰马里大五金风级达人 低温20度高温35度 来地区气温在27-32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岛的廉江 金门及澎湖 低温28度高温32度 明天依旧是维持炎热的天气 不论是台湾头还是台湾尾 高温依旧是悬挂在高处 而同时因为白天原量的减少 紫外线也就更容易达到危险等级 那么户外活动时候 就请大家要把防晒工作做得准确 还有确实 那么最后天气炎热 也别忘了适时的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天气资讯 提供给大家